由一名部落客到南头的风景区游玩,一时兴起拜访了露骨的瑞田国小。 大树环绕加上木造的校舍,让他深深着迷。 于是这一名部落客就利用右建幸福小学为标题,介绍瑞田国小。 他的内文当中还提到,木座外墙的田园建筑一度以为是新开的民宿。 想到小朋友在这里上课,他感觉是再次遇见台湾美丽又迷人的小角落。 这是法国小镇的钟声,趁着校庆再度回到瑞田国小的狮子会会员,在学校的钟塔下集合。 前总监谈到他对于钟声的想法以及重建学校的往事。 他说当时汇聚大家的爱心以及众人的热情,虽然921大地震已经过了16年,回想起来仍然是热烈盈眶。 这个钟当初他提出的预算是35万。 那我跟他讲,这个是盖完学校,我要做一个气垫的东西。 让陆古瑞田村的人回来有一个钟,告诉他们在这里啊,要回来啊。 那一个卖古董人跟我讲,五万块钱包装到吊销上面去,不计较。 真的是感动,我们台湾人都心感动。 今年刚到任的校长认为,学校不仅仅是森林小学,结合田园的幸福小学,更是着水溪沿岸最美丽最漂亮的小学。 师子会他的一个坚持,就是希望能够用一个原木的一个木造的,所以盖起来相当的漂亮。 那还有一个钟楼啊,他整个斜屋顶的一个这个建设,可以说相当的漂亮。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算是着水溪沿岸最美丽最漂亮的田园小学。 议员吴瑞芳除了感谢师子会当年协助重建,因为921大地震受创的学校, 也感谢网友们在网络文章当中,特别介绍瑞田国小, 更希望游客到南投来玩时,也可以选择到瑞田国小拜访。 因为在网络上呢,也有人在称赞, 说小校呢,但是非常的小而美,非常的漂亮。 希望呢,能够有经过我们鹿谷乡瑞田村,这条路是, 下面学校的位置是往水里,往积极的方向走。 应该游客的话,要是有到鹿谷乡来的话, 不妨来这边来参访一下,来看看我们的这小而美的瑞田国小。 南投县除了鹿谷乡的瑞田国小之外,还有许多隐藏版的秘境。 议长何胜峰表示,希望大家到南投的风景区来玩, 路途上更要放慢脚步,好好的享受南投的好山好水。 民意新闻金卫中,路股采访报道。